好,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将正式开始关于系列课程的学习 今天呢,是我们所有系列八次课程的第一次课程 就是关于我们的课程以及展示设计的底层逻辑 那么说到课程也好,展示也好 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也好,在实际的工作场景 以及作为一个老师,你去准备课程当中 这是一个必备的环节 那么对于课程展示可能平常我们更多的去关注 我们讲了什么,我们输出了什么 在展示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关注自己 花了多长的时间,准备了很多的素材 准备了大量的内容 而这些内容是不是真正的有效被听众所接收到了 是不是有效的真正被我们的所有的学生 所能够真正的理解 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我们从课程 以及展示设计的底层逻辑开始说起 那么相信我们在座的绝大多数的同学 应该都有成为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们之前坐在台下听台上的老师给我们去讲课 和我们真正的站到讲台上去给学生去讲课 或者说给下面的人去做分享 这个感受是完全不同的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从四个不同的方面来带着大家一起去解构一下 完整的一堂课程 它的底层设计逻辑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这四个方面分别是听讲 记忆 理解 和训练 那么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我们在课堂上面 首先第一个需要去完成的就是听讲 老师讲的东西我得首先能听进去 然后接下来听进去了之后 是不是能够去理解这个事其实会因人而异 而好的老师能够更好的去降低学生理解知识的难度 能够让知识变得更加的通俗易懂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给大家去分享怎么样能够去做到这些 以及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可能有些人他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普通的人相比 会比较快一些 或者比较有天赋一些 但是有些人可能在理解过程当中就会比较费劲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做到更容易的去理解 以及加来我们需要通过设计一些训练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对于我们所讲的内容 能够更好的去掌握 能够更好的去运用 所有的学习的最终极的目的 不仅仅是为了理解 更多的是为了把它应用到实际的常理当中去 所以在这里边如果我们给这四个词 去加一个限定或者修饰的话 那么这里边就会变成是 如何能够做到让学生愿意听讲 如何能够做到让学生牢固去记忆 以及怎么样能够去尽可能的让学生对于你所讲的知识 或者你所输出的内容变得更加容易去理解 以及如何能够对于我们所讲的东西 如果对于我们所输出的知识和内容 以及方法进行更加高小的训练 所以这样的四点 其实事实上是我们需要做到的 以学生或者以听众作为中心能够去核心关注的四个环节 我也希望呢 在听的各位同学们可以将这四点先记录下来 一会我们会分开来主意给大家详细的去做解读和阐释 那么其中呢 我们可以来再去看一看 其实在一个课堂上面 我们听讲也好 训练也好 这些只是我为了能够让学生达成课堂目的的一些手段和方式 而最终的目的 还是为了能够让学生去牢固记忆我的知识 以及我在课堂设计的过程当中 如何能够让学生更加容易去理解 所以这是我的课程目的 所以首先大家需要做到的一点 就是你先分清楚 我的课堂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样的 我要达成的目的是让学生理解 我要让我的听众能够去接受 而我通过的手段 就是怎么样能够去刺激他 不断的去听我所讲的内容的这样一个意愿 或者说我通过训练的方式 能够一步一个脚印 让他跟着我的思路 更好的去把所讲 所学的知识内容能够去掌握和吸收 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获取成就感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打游戏的例子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会发现 大家喜欢去打游戏 而不喜欢去学习 这里边的差异点在于什么 你会发现游戏我们再去设计 或者是游戏你再去实际玩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点是和学习不一样的 在于游戏会在不同的阶段 以最短的路径来给予你成就感的激励和刺激 你会发现我每过一关 会有特别炫酷的动画的效果 对吧 我每刷一个怪物在这里边会有掉落金币 会掉落各种各样的装备 我可以去买装备我可以让我升级 在这里边我可以去不断的去强化我的大招 我去触发我的技能 在这里边它会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 来给你自己来给你成就感 告诉你说你这个阶段的目的已经达成了 而其实实际上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 之所以有大多数人会容易去放弃的核心原因就在于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最短逻辑的设计拉得太长了 学生他没有达到这种成就感之前他可能就会放弃了 所以为什么有些老师讲的东西学生不愿意去听 就是你没有及时的去给予学生一些反馈 或者通过简单短逻辑训练的方式 能够让学生更好的去知道 我已经掌握这个信息了 而其实事实上真正那些 你会发现讲课特别吸引人的老师 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游戏化的特征 就是每当学生去完成一个小的任务和目标的时候 他会及时的去给予学生一些鼓励 或者给予学生一些训练的激励 那么在这里边通过这些手段和方式 他能够最终达成他的目的 就是让学生能够更加牢固的去记忆他所学的知识点 能够更加容易去理解他所掌握的这样一些知识内容 那么其中我们再来给大家举例子 就是说比如大家经常会了解到新东方的老师 经常在课上我们说这个会讲很多的很多的段子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内部也会去讨论 说在课上讲段子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应该去鼓励 或者说应该去倡导的这样一种行为 其实你说讲段子本身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帮助 并没有什么太多直接所能够带来的影响 但是其中我们说讲段子这一件事情 其实它能够解决我们刚才所说的四个问题当中哪一个呢 是第一个叫做愿意听讲 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新东方的课程三个小时的课 你让一个学生坐在那个地方 三个小时听老师干巴巴的知识输出 他是肯定做不到的 而一旦学生关闭了知识接收的通道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输出的知识内容再多密度再大 对于学生来讲也是没有意义 就像一个手机一样 你不开机是永远没有办法去接收到任何的信息的 你的信号源再强 你的WiFi再强大 我的手机是关闭的状态 那其实事实上于学生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会去想 讲段子只是一种手段和方式 它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学生更加愿意的去听讲 或者更加愿意的去理解和接受我们所讲的知识和内容 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去讲牢固记忆 牢固记忆的话 在课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 我还是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讲数学课的例子 大家时至现在 应该很多已经离我们的初中和高中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 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些我们所学过的东西 会一直营绕在你的脑海里面挥之不去 或者能够让你一直印象非常的深刻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高中数学里边我们曾经有学过一个东西 在我们讲这个符号或者说象限的时候 经常会举一个这样的口诀 叫做机变 偶不变 符号 看象限 这句话其实就是一句口诀 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 原因就在于 其实事实上老师会通过编口诀的方式 能够让你更加牢固的去记住 我们在所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些知识点 包括有一些可能我们已经比较熟悉的 顺口溜逝的东西 比如像化学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很长时间没有去接触过它 但是元素周期表的前二十个元素 你会发现一样是能背得下来的 氢害里皮棚 碳氾氧佛奶 纳梅铝桂林 硫瘤亚甲钙 这些东西为什么留在我们脑海里边 久久挥之不去的核心原因 就是我们平常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老师通过反复不断强化的方式 让我们深深的去记住这样的一些知识和内容 所以作为老师 如果你要想让学生对于你所讲的核心内容和核心思想方法 有充分的了解和记忆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通过一些编口诀 或者是编顺口溜的方式 能够去将你的知识点进一步的去浓缩 进一步去提炼 这样的话可以达到第二个目的叫做牢固记忆 那么第三个容易理解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样 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课堂场景的例子 什么叫容易理解 我们讲的很多东西有的时候会非常的抽象 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当再去面向一些这个专业领域的知识 和专业领域内容的时候 这些知识本来就很晦涩 晦涩的知识必须要通过形象而简单的例子 才能够降低它的理解成本和难度 进而让听众愿意去听 进而让听众能够更好地去理解 在数学里面 其实你会发现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抽象的科目 数学里面大量的数字符号 包括我们高中学过的函数公式方程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抽象的逻辑表达 怎么样这些抽象的逻辑表达 它可以变得更加的形象 更加的具象化 能够让学生更加容易去理解 还是让我们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也是我们正式上课的例子 在高中数学的高一里面 大家应该有学过一个概念 叫做集合 我们先有了集合的概念之后 才有映射才有后面的函数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对于函数的映射法则 其实事实上会有两个大的集合的概念 一个叫做原相 一个叫做相 那么在原相和相之间 我们说满足函数方程的映射关系里 会存在有一一映射 或者存在有多对一的映射 但不会存在有一对多的映射 我们可能会存在有 有原相 但是没有相的情况 但是不会存在说 有相但没有原相 这样一种场景 所以你会发现 这些概念很抽象 不好理解 什么叫一对一 什么叫一对多 什么叫做原来的集合 什么叫做我映射之后的这些集合 这样两个概念 包括我集合里边的每一个元素 它的一一对应和多对一 一对多 到底哪个成立 哪个不成立 也让学生去死 因为它是记不住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举例子 通过很好的方式 来降低它理解的难度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可以一下就能够理解 在集合和元素当中 相与原相之间的对应关系 那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函数 可以进一步的去抽象 和理解为什么 大家可以去想一想 函我们可以组成什么词来 比如说信函 公函 那其实函数本身 这个字 它其实在去选取的时候 就是有它一定的实际意义的含义的 我们讲信函 其实上在最早的时候 在我们发明电子邮件 包括这个网络世界互联网 来临之前 其实事实上 人们都是通过写信 和发送信函的方式 来去进行沟通和交流 所谓函数 指的其实就是 我发信的过程当中的 一个映射关系 你可以把原来的集合 和映射之后的集合 其中的每一个元素 想象成是一封又一封的信 那么我们将映射的过程 就可以理解为 从信投递到信箱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映射关系里面 你可以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加一个映像化的 举例了之后 你就能够去知道和理解 原项当中的元素 可不可以存在 多对一的情况 也就意味着说 你能不能够把几封信 都投递到一个信箱里 可以 对吧 我一个信箱里面 可以有多个信都投进来 这就是多对一的关系 那你可不可以有一对多呢 就是说我一封信 能不能同时投到三个邮箱里 你想想这是不可以的 这是违反常识的 所以这个时候在函数里面 是不会存在有一对多的关系 那另外再有 我可不可以存在 比如说有信 没地儿投的地方 这个不行 因为你的信 必须要去发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只要有 像原项当中的元素 那我就必须要给它映射出去 但是我可不可以有 我的这个信箱是空着的 这是可以的 对吧 我信箱空着 没有信投递进来 那么在这里边 我的被映射之后的这个结果 它可以是一个空几的集合 所以你会发现 在我们去讲这些数学当中 比较抽象的概念的时候 原项了 像了 元素了 集合了 映射了 这些本身都是很抽象的概念 你可以通过生活当中 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场景 或者我们所熟知的一些案例 能够更好地帮助大家去降低 理解知识内容的难度和成本 包括我们在讲专一课的知识 其实也是一样 任何晦涩难懂的知识的背后 只要通过你仔细的思考和琢磨 是一定能够找到 在你生活当中所发生到的一些场景 能够更好地去进行类比 能够更好地去进行形象化的比喻 在这里边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 那这样的话 它能够去达成牢固记忆知识和理解知识的 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包括最后我们所讲的高校训练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手段 能够帮助他去掌握和理解 这里面我们所说的知识学习的内容 而事实上你会发现 好多老师实际在有了这些概念了之后 依然会讲不好一节课 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边还是一个我的核心观点 就是说所有一切的紧张也好 还有不自信也好 在镜头前表达也好 或者说在面向大部分人在去这个线下 去讲去表达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紧张和不自信 全部都是来自于对于你所讲的知识和内容的不熟练 就可能你想得很清楚 对吧 我在这个地方要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的例子都已经想得很清楚 很明白了 在这里边我的训练的方法 第一道题第二道题 我都已经设计好了 但是你会发现 真实当你走向讲台的时候 站在讲台上面对台下 存在的那么多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竟一时雨色表达不出来 或者经常也说我们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你熬夜通宵准备了大量的PPT的内容和素材 满怀信心第二天走向展示的现场 你会发现当PPT打开的那一刻 头脑一片空白 准备好的东西完全无法正常顺利去进行表达 这里边的核心原因还是来自于不熟练 课程如此展示也一样 就是你明白它的底层逻辑之后 你不一定能够真正的去把这个东西讲好 一定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加以大量的练习 才能够真正对于我们所讲的东西有所熟练 那么具体怎么来练习 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提供几种不同的方法 那其中呢 第一种叫做逐字稿 这个也是新东方早年期间 在训练老师的时候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你所要讲的东西和内容 去逐字给它敲下来 之前我真见过有老师两个小时的课程 秘密妈妈的逐字稿写了六页 正反面写的秘密妈妈的每一个字 他要说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写得很清楚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至少你精细的去雕琢和打磨过 自己所讲的知识内容和语言了之后 你就知道那我将来在什么地方会需要去讲什么样的东西 他以及控制大概什么样的篇幅来去讲 但是逐字稿还会存在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有的老师或者说我们在去做展示的时候 那我限定于逐字稿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容易被逐字稿束缚住我的思路 我没法正常的去表达 或者说我就脑子当中完全就在去想 我应该怎么样去背这个逐字稿 我怎么样能够让我背的更流利一些 突然一下忘词了 突然一下卡壳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所有准备的东西一下突然就又断掉了 所以我们说在逐字稿的这一个方向上 它不一定是说适合所有的人都逐字逐句 把它完整的都写出来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没有更好的替代的表达的方式 一定有 一会我们来给大家详细的去做展示 第二个叫做听录音 我们自己在讲完的内容之后 你可能觉得自己讲得很好 或者你可能讲的自己 也不清楚到底好不好 怎么办呢 把自己讲的内容 提前准备好了之后录下来 或者是提前说的内容 用录音的方式 现在都很方便 你把它录下来 录完了之后自己来听 你作为讲述者和作为听众的时候 对于同样的一段内容 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作为讲述者 你可能觉得自己讲得很好 但是作为听众 有的时候 你可能会发现 自己在讲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逻辑上的漏洞 或者有一些表处上面的瑕疵 或者经常会出现口头禅 比如经常有 这个我们的同事 在表达的过程当中 在展示的过程当中 会不停地去说 然后 讲一段话 然后 然后 你会发现 这个口头禅会很多 或者是 有些人不善于表达的情况下 他由于自己的表达 跟不上自己的思路 所以有的时候就会 表达的过程当中 出现卡壳的情况 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表达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 真正 你再去听自己录音的时候 会发现 听到有大量的一些废话 或者是无效信息 这是你需要去优化 和需要去练习的地方 真正那些表达能力非常优秀的人 基本上你去听他的说话的录音 或者是你去听他讲课的内容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废话 或没有什么没有用的字眼 那些口头禅 基本上被砍得一干二净 原因是什么 没有经过大量的训练 这件事情是无法达到的 所以你必须有大量的在台上去讲 必须有在台上大量的去听 这样的一个经历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 自己在表达过程当中 哪些地方是存在有漏洞 或者存在有缺陷 那么第三种方法 叫做磨预演 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在新东方的老师正式上课之前 我们会讲 对于老师有一个要求 叫做磨课 什么叫做磨课呢 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去讲 不面对听众 也不面对受众 就是自己把自己当成 是一个真实的上课的状态 关在一间教室里边 打开PPT 打开投影 自己在黑板上 开始面对下边去磨 面对下边去练 因为你自己在磨和练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有些地方自己讲不下去了 有些地方自己就把自己卡住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得要像打补丁一样 把这些你自己遇到有问题的地方 重新不断地去打磨 重新不断地去巩固和强化 这样才能够让你一个完整的展示 变得更加的顺畅 变得更加的流利 那么第四个叫做复盘 每一次的讲课 每一次的展示之后 你要自己去看一看 一个是自我复盘 另外还有一个可以跟听众来去复盘 你可以让下边的学生来去看 或者去评价一下 老师杰克讲的内容 有哪些地方没有听懂了 不是简单地去问 说老师杰克讲得好不好 那学生肯定会碍于面子说 老师你讲得很好 对吧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通过学生对于这节课所学的知识和内容的一个掌握的情况来复盘和反思一下自己的表达和自己在展示过程当中是否存在有问题 以及这个复盘不一定是发生在你讲完了之后 在讲的过程当中一样也可以复盘 比如我们在去做展示的时候 你面向你的上级去做展示 面向你的下级去做分享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下边的人听众的状态啊 比如说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下边的人已经几乎都不听了 大家都在低头玩手机 那这个时候证明你讲的内容可能没有什么吸引力 或者讲的这个东西大家觉得已经听过了 那或者你在听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哎 下面的人气氛状态很好 大家哄堂大笑 那这个时候证明你在这个地方的设计 或者你的这样一个包袱也好 段子也好的设计是成功的 是精彩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把这四个方法 如果我们再来去优化一下的话 其中逐字稿可以逐渐进化变为大的框架 我在去做展示和表达的时候 我有一个主体的框架内容 我基本上几个点 一二三四 那我核心围绕这一二三四点 来去展开做展书 去做展示就OK了 我不需要拘泥于每一个字 每一个词 它的表达是否和我之前写的逐字稿 如同一样的精准 但是我至少可以保证 我的基本的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我的基本的框架是不会发生变化了 这样也会让你整体的表达 看起来显得更加的有逻辑 看得会更加清晰一些 第二个呢 叫做听录音 解决的问题就是口头禅 这个对于绝大多数 没有任何经过训练的表达者来讲 口头禅是会经常出现的一个常见的问题 经常我们会说 然后这那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口头禅的表示 你自己去听 自己去数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会不断的去发现 自己在表达过程当中的问题 之前我们在 新东方 大家一起 老师之间互相批课的时候 经常我们自己会下读注 比如听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口头禅 那我们 这个可以去 大家互相之间猜一下 这个老师接下来的表达 一共会出现多少个然后 谁猜得准 那接下来对于这个老师的惩罚 就是比如说他说一个然后 我需要发十块钱 谁猜得最准 这个钱就给谁 所以你会发现通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训练 可以训练老师 让他逐渐的去减小自己口头禅的表达 一定对于自己要有一定的惩戒的措施 否则不然的话 就只是说啊 我可能这个表达过程当中存在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人刻意的帮你去练习 或者是自己刻意的去纠正的话 这些事情是永远得不到解决的 所以在这里边需要去戒掉口头禅 让自己的表达变得更加的干净 利索 严简易改 那么再往下 模预言 核心就是要去控制时间 这块也是在很多 我们的同事去做展示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有问题的地方 本来设定的展示时间15分钟 好一讲超时了 15分钟 没等我开始 前面放了两个PPT自我介绍 哎 结束了 或者要不然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15分钟PPT 我讲了5分钟 谢谢大家 结束了 那这个时候的核心原因就是在于 我对于我所讲的内容 没有一个提前的把控 或者提前的一个预言 如果作为老师来讲 这件事情确实很可怕的 你作为老师必须要去非常清楚的了解 你这堂课一共有多少的时间 你不能说我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去上一堂课 这堂课两个小时结束了 我讲的内容只讲了我所想讲的一半 那这样的课堂是失败的 因为你给学生传递的知识的效率有点低 或者是说我两个小时的课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上完了 剩下一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可以自己放松一下 那这也不行 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安排好自己 展示也好 课程也好的时间 这就需要提前去磨 提前去预演 大概有这样一个数据 你给自己去讲 肯定会要比真实给其他人讲 用的时间更短一些 大概是在多少呢 80%到90% 或者说假设一个展示 如果是20分钟的话 那么你自己给自己去讲 大概讲多少时间合适呢 17到18分钟 留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因为在实际你展示的现场的时候 真实的表达会要比你自己预演的表达 用时更长 1到1.1到1.2倍左右 所以这个其实让大家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来去提升自己的经验 那么再有复盘的过程当中 就是抓亮点 每一次在展示的时候 你会发现自己哪个地方表达的不错 把这个地方记录下来 下一次再去表达的时候 我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 同样的亮点 能够去激发下边的听众的一些注意力 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 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去不断地训练 不断地去提升自己 对于表达和知识内容的熟练度 四个方式 再来简单地回顾一下 逐字稿 抓大框架 那么听录音 核心要去克服和借掉自己的口头禅 那么磨预演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展示时间 以及最后 在复盘的过程当中 找到自己表达和展示过程当中的亮点 那么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所讲的 关于第一部分 课程展示 以及课程设计的底层逻辑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再来去介绍 后边如何去进行 关于这样的一些课程和展示设计的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课 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